韩国的禅学画家特别来到台湾做艺术探寻 韩国谈原禅画家金香培 因为在我们上看到书法大师李肖昆的禅画后 决定自身来台湾做一场异国的艺术探寻 两位跨越语言的隔阂 借由艺术的交流碰撞 来激荡出更好的灵感 为彼此的艺术字幕上整听更多风采 在佛誕节能够来到台湾 能够共同庆祝佛誕节是他的荣幸 然后再来台湾的李肖昆教授 他的展示馆也是在高雄 所以他特别来看这个样子 30年前跟30年后 其实他有很大的变化 然后他这一次来 希望能够台湾跟韩国 他也是属于禅画的这一位教授 李肖昆也是禅画的教授 他们希望能够共同能够联手 来做更多更多的核展 在当代韩国社会中 基督教的信仰人口比例 已远远超越佛教 且因为韩正时期 基督教教会对于奈米的救护方面 给予相当高的帮助 在心灵层面上更获得救赎 而佛教的信仰人口在韩国逐年降低 也相对考验着韩国深重 对佛教传承的智慧 十方新闻洋运带简约林高雄在佛岛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么ữ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